主席 不太高明 所以我就剛剛講 講說他幹嘛 是不是因為選舉的過程當中太累了 他這個 對 有一點昏頭是吧 因為你這樣子 你要營造團結的力量方法很多 你用這一招很奇怪 那麼何況現在 這個區域的例子還在初選當中 其實你應該做的就是去 把那些有意見有問題的 去做個協商 而不是在復婚區的部分著力 這就是有一點浪費他自己的時間 可是區域立委有問題 要習商都去找謝長廷了 所以他也無法著力 謝長廷是這樣子 他是做民主給他 就是說其實談得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談到差不多的時候 這個給謝長廷是應該的 因為未來所有的那個 都是他要來承擔 但是你主席就是說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去安打 像最近不管哪一區 只要是作對廝殺 沒有在管理是動機還是敵人 那性格對用台後戲你才有機會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非常的慘烈 對是非常慘烈 我們今天要趕快看的 最新現場也是跟慘烈有關的訊息 台中縣的一個選區 好現在大家看到 來自立法院最新狀況是呢 也要在這邊來 撕殺的是誰 是謝忻寧跟簡兆洞 好那麼初選 那麼在這兩天 要進行民調了 好謝忻寧今天在立法院 哭訴遭到簡兆洞的抹黑 好這怎麼回事 我們請許千惠來告訴大家 好主觀眾 民進黨的初選呢 競爭很激烈 而今天呢 將針對台中縣第三選區呢 開始做民調 不過呢 剛剛呢 民進黨立委謝忻寧 則是指控對手 簡兆洞呢 是發散了不時的一個簡訊 來抹黑他 當場呢 謝忻寧還痛哭流涕 我們來先聽一下 謝忻寧怎麼說的 今天我可以公開 在媒體面前宣布 如果這一通簡訊 指控的是事實 我謝忻寧從此 退出政壇 我不會參選 我也不會擔任任何人的幕僚 如果這一通簡訊的指控是事實 我從此退出政壇 我不會參選任何一項公職 我也不會去擔任任何人的幕僚 我希望同事之爭 是君子之爭 民主政治是要讓選民有好的選擇 不要用這種抹黑 霧面的手段 尤其是我真的做夢都沒有想到 在選舉的今天的民調的早晨 大量的發給所有中華電信 還是通過中華電信的系統 發給所有的手機的人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有這樣手段 而且我從來從事政治的過程 我從來沒有一天想過 我是要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成功是要踩著別人的肩 才會成功 我聽到謝忻妮呢 是痛哭的指控對手簡兆洞 她表示呢 簡兆洞是散發布什的一個簡訊言論 說她呢 是在做民調的時候呢 是利用電話來轉接 然後來做民調來作假 所以呢 謝忻妮今天是非常傷心來出面指控 而且還表示說呢 如果呢 真的她有做這些事情的話 她將退出政壇 不再參與公職的選舉 以上就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我們先把鏡頭還給彭內主播 好 我不曉得藍綠立委 你們在這場 因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而導致這次競爭超乎想像激烈的 一場初選過程當中才發現 其實最殘忍還真的是自己家的同事 剛才我們看到謝忻妮所講的 這樣的話語的內容 必須要說到我要退出政壇等等的 非常重的字眼來強調說 她不曾做過這樣一個假民調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競爭 因為單一選舉兩票制第一次 所以很多事情是這回 我們大概是我們跑新聞都沒有前所未見的 對 敵人其實是自家人 然後呢非得要用類似發重視的方式 才能夠駁到版面或駁到民調 這到底值不值得 當然因為只有一個才能出現嘛 那這個政治競爭很激烈 如果你有一點富人之人 恐怕你就自己要消失 那我也在講 剛剛我也在講 政治這條是不歸路 那兩位都自身民意代表 如果沒選上 請問還會什麼 我這樣講可能太 醜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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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 可能會太第二專事 不會中家事 不會中家事 教授啦 就是說很多人可能 除了當民意代表 他就不會其他的事情 那這個中年失業 其實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關頭裡面 競爭非常激烈 同事抄歌 我們看到這同事抄歌 非常的 有這樣的一個同志 何需敵人 你會感慨到非常的深刻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 有一些可能會 委員可以回應一下 就是說你看到他們最近 在做民調 不管是林靜新 不管是所謂的大戶 他們通通在講一件事 剛剛那個 協經理委員也被指控一件事 就是說 他那個民調其實可以轉接的 就是說道高一齒磨高一丈 當你要用民調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那個技術發展 長期來 國民黨是學民黨 什麼七分 七三 黨員三 然後那個民調要七 所以在這個學的過程當中 你要用民調的時候 它這個民調的技術 你上面有政策 我下面就有對策 它所產生出來的那個科技的技術 也在進步 但是科技技術的進步 剛剛也講 它有沒有辦法去防止 它有沒有影響公平性 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在聽這個東西 說它其實可以打電話進去 然後又轉接 那個過程我們因為 不太清楚那個細節 可是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遊戲規則的本身 你要面臨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說 不斷的日新月異 原先定的那個規則 在經過這麼幾次操作以後 它可能面對了一個新的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你的公平性的問題 所以到底怎麼樣維持一個公平性 讓大家在這個遊戲規則上 讓應該要不是劣幣驅逐良幣 而是應該要一個 基本的這個 合理的一個公平的一個規則當中 大家去出現去競爭 恐怕這個精神會比較重要 我覺得 不斷在民進黨初選當中 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不曉得王委可不可以 稍微做補充一下 對 對